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日常工上一下 这周的会员影片 将会聊聊知名的 七木原树海 也就是俗称的 紫杀森林 是什么样的磁场 会吸引无数人们 前来此处轻生 在这里又曾经发生过 什么骇人听闻的故事呢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订阅下水道会员 来观看哦 哦对了 顺便推广一下副频道 如果看累累这些恐怖的东西 也可以来这里 听我聊聊 日常发生的有趣故事哦 通常一栋闹鬼的房子 必定会有其的历史来源 则不然也会提到 关于该鬼怪的背后故事 但在美国的历史上 只有我们这么一起灵疫事件 原本好端端的屋子 突如其然就开始闹起鬼来 闹得住户不得安宁 甚至被美国官方正式判定为 冤鬼索命死亡事件 至今市面上 有超过20本书籍 专门描述几少事件 大家好 我是希哥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恶灵索命 被人女巫 故事的主角 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农场主 约翰·贝尔 他与家人们 移植到田纳西州的亚当斯镇 他们埋下几块地 当做农场之后 身为当地几个富有 且受到人们欢迎的家族之一 虽说本身是奴隶主 手下拥有大两黑奴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是十分常诚的事情 除此之外 就没有太多与人交友的记录 不过就在他们搬到这里没几年后 故意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 像是他们家周遭 开始出现一些 没有人见过的奇怪生物 贝尔 就曾经在深夜巡视玉米田地时 注意到草丛中间 站着一个生物 那个生物看上去 拥有兔子的头 长长的耳朵 但身体却是狗的样子 漆黑的一晚中 那生物的双眼绽放着红光 只勾勾地盯着余罕贝尔 脸前这一幕让他被赶恐慌 于是立刻拿起长枪 对着那个生物开火 在开了几枪之后 那个生物就这样消失在暮色之中 觉得时间过去 这些诡异现象 开始蔓延到贝尔家的屋子里 首先 他们总会在扮演的时候 听见室外传来起立的尖叫声 或者是听见一点纯的拍打声 从墙壁一侧猛烈传来 当他们出去查看时 解释空荡荡的一片 没有任何人或生物的踪影 对此 约翰还设下许多捕兽家 试图抓到这个恶作剧的生物 但也全都是徒劳无功 很快的 门外的骚扰声响 转移到门内 基于索尔贝尔家的家族成员 都听过空气中 传来一阵细碎 而猫菇索然的地语声 有时候是在对话 有时候是小声 这样的灵动现象 让贝尔家逐渐陷入恐慌 学到这些无形的干扰 化成了食指上的伤害 某天夜里 当贝尔家沉浸在猛乡时 听到奇迹的尖叫声 划破夜空 将所有人惊醒 他们很快发现 声音是从小女儿的房间传来 大家立刻手拿提灯与武器 纷纷赶到小女儿的房间 可此时映入众人眼帘的 是一股看不见的无形力量 正拽在她的头发 躺空而起 在空中甩来甩去 她的脸颊 似乎还被不停地删打 疼痛与恐惧 让她尖声尖叫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重新跌落回床上 但这还没完 小女儿翻着白眼 开始吟唱着 令人寒毛之处的赞美诗与经文 二一回人后 才终于消停 并陷入昏迷 而造一辈小老母等口袋被人家 直到现在 再反应过来 并赶紧向前关心小女儿的状况 约翰贝尔过得同样很惨 她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 某日梦里 她看到一个全身穿着黑衣的诡异妇人 站在她的身旁 也指低声音在耳边说着什么 但无论如何 都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 醒来之后 约翰的喉咙感到疼痛难耐 石头上出现不知名伤口 甚至说话的声音 竟然都变得和那名妇人 你模一样 如此诸多事件发生 让贝尔一家的闹鬼事件 成了沸沸扬扬 许多牧师 驱魔师 以及保安官 都来到贝尔的家里 试图驱赶邪灵 或是打破迷信 但驱邪的反被驱赶 揭穿谎言的 反而留下恐惧阴影 没有人有办法解决 骚扰贝尔一家的无名邪灵 詹姆斯·约翰斯顿 是当地远近殖民的驱魔师 同时也是约翰贝尔的朋友 他因约翰贝尔的邀请前来驱魔 一天夜里 贝尔夫妇在床上沉睡时 詹姆斯找了一张躺椅 立同睡在房间里 突然一阵声响惊醒了他 张眼一看 原本该在贝尔夫妇身上的棉被 全是落在地上 当下没多想什么 王妖就把棉被捡起 并替夫妇开上 想不到没过多久 妹妹就在赞姆斯眼前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再次拉扯到地上 见此 赞姆斯立刻大声唤醒贝尔夫妇 并且拿出圣经 对着眼前的异状 大声念诵道词 王妖卷起正微风 但鬼的事 乌妖的门窗 逆不透风 而随着赞姆斯继续念诵 乌妖的各种诡异情况 才慢慢停了下来 隔天贝尔一家 与赞姆斯有庆祝 他们认为恶灵已经被成功驱赶 才也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当天晚上 赞姆斯在客房入睡到一半 又再度被惊醒 照眼一看 这次轮到他的棉被 被扯到地上了 除此之外 他还听到了自己的耳边 传来了念诵导词的声音 只是那股声音听上去 让人十分不适 神圣的导词听上去 更像是恶魔的低语 当晚赞姆斯便下了连夜逃走 关于这名恶灵的来历 总数纷纭 有人说 是原本居住于此的 印第安原住民 被强占土地的殖民者们 杀害后 埋葬于此 于是对当地望族 贝尔一家进行复仇 有人说 这是来自黑怒门的诅咒 为的是反抗他们的奴隶主 但被最多人所相信的说法 是一名住在贝尔家附近的邻居 凯特·巴兹 凯特·巴兹性格古怪 到处和人起争执 当中就包含了贝尔一家 他们曾在农场的交易问题上 产生不少冲突 另外凯特·巴兹本人 在生前就有许多传言 像是他有收集黄童的怪癖 并有人谣传到 让他使用黑木法时 这些黄童是不可破缺的牡蜜来源 另外也有孩子们看到 他总是一个人 躲进无关的深邃洞穴里 并且在里头传来古怪的嗆声 而这边人们认为 恶灵就是凯特·巴兹的理由 使他们每次争吵过后 凯特·巴兹经常会大声诅咒着贝尔家 说自己死后也会让他们不得安宁 很快的 这些风声传到了一位将军的儿力 他就是未来的美国第七任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 当时他正好带领军队经过附近 听问关于贝尔一家所经历的事情后 立刻引来他的兴趣 立马调转方向 领着大部队前往贝尔一家的位置 在部队当中 他有一位随对而行的 专业务实猎人 到了贝尔家附近后 怪的事情陡然发生 只见苏尔战马停下脚步 无论怎么抽打拉扯 多法让他们再前进一步 见此 苏尔部队只能在贝尔家附近驻扎 由安德鲁与那名巫师猎人 独自前往贝尔家 就在当天晚上 安德鲁与贝尔一家共进晚餐 过程当中不断分享自己多年整整的事迹 为的就是隐藏自己心中那颗紧张的心 然而没过多久 那名巫师猎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双眼上吊 并且身体翻身扭曲成鬼的角度 除了贝尔一家与安德鲁之外 门外几个战岗士兵也同样看到了这幕 在把那名巫师猎人拖出来放上马车后 安德森就带队连夜逃离此处了 如此恐怖的一幕 以至于日后安德鲁说出了这句名言 蒙尼院却对付一整支英国舰队 也不愿意在贝尔家带上一碗 而约翰贝尔本人自喉咙出现疼痛感那天 就每日难以厌食 并在连日的牵扰之下 身体精神状况每日愈下 三个月后与病痛中离世 当时他们已经神神地认为 这一切全都是凯特巴兹搞的鬼 于是一气之下 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同样由于说法众多 所以事情也有了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当时凯特巴兹早已死去 而又没办法对一个死人下判决 于是只能将这起事件定为 冤魂索明事件 另一种说法是凯特巴兹依然活着 当他听到自己被指控为女巫 以及杀害约翰贝尔二林时 立刻大声含冤 并亲自上门和贝尔家解释自己的无辜 无论说法是哪种 最终这起事件 就成了美国官方认立的 二林索明案件了 时隔多年 依然有人试图调查此事件的真相 因此亲自到当地进行探访 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当地依然恐惧着贝尔女巫 在贝尔一家搬走之后 居民们将房子打掉重建 并设了告示牌 如今已经成为了远近迟迷的观光景点 而也因为这起判决 该事件被记录到美国的课本当中 这才让几乎整个美国人民 都知道贝尔女巫的故事 去贝尔一家的后人 虽然在搬家之后 也就似乎逃离了贝尔女巫的魔爪 但他们至今依然害怕 那个诅咒只是一时离去 有一天会再度卷土重来 今天的故事就要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的小伙伴的人 观影片内容的看法 喜欢的人也可以投个超级感谢 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福利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做过最新的影片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